熏鱼 熏鱼是蔬菜中的传统凉菜 做这道菜选用主料 净草鱼 1500克 酱油20克 桂精少许 八角桂皮适量 料90克 葱姜少许 白糖20克 盐20克 做这道菜的时候 将鱼用刀斩去头部 然后顺着鱼的中骨开成两片 然后将鱼改成大抹刀片 放入料酒酱油和盐腌制30分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取铁锅上火 注入油 待油烧至九成热的时候 将腌制好的鱼块下锅 在鱼块炸至金黄色时捞出 原锅上火 放少许油 放葱段 姜片 桂皮 和八角 淋入料酒 酱油 放入鲜汤 白糖 放入金盐 放入金盐 然后将炸好的鱼块下锅 放入味精少许 然后用大火将汤汁收浓 汤汁收浓以后可以起锅 然后用刀切成小块装入盘中 熏鱼就做好了 这道菜的特点是口味偏甜 嚼口香脆 汤汁收浓 这道菜一直换 village 感谢观看